一腳踹開旅館房門 警方大動作破門攻堅 要抓的對象是他 來 順嫌處理人 穿鎖 第一時間就壓制逮捕嫌犯 雙手被上銬 趴在地上不敢掙扎 可能預料這天遲早會來 因為他上個月 才因為無照駕駛 在新北市樹林街頭 被警方帶有正著 警察我面對那麼多 我根本剛才說 我這樣做到 對我反而不是什麼事 一臉無辜 還說自己只是無照駕駛 但原警聞到濃濃K味 才會攬下盤查 但嫌犯不願意配合搜車 警方只能以無照扣車 沒想到事後在車上 搜出大量毒品 警方隨即成立專案小組 追蹤嫌犯逃逆蹤跡 並在13號上午11點 持搜索票前往台中一家旅館 將他逮捕到案 發現犯嫌於車輛招查扣後 於台中 台南 高雄等地 不斷變換住所 意圖規避警方查棄 拼命製造斷點 躲避警方追棄 看似早有經驗 原來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犯案 警方發現 理性嫌犯曾在2010年 與親友三人 在南台灣犯下 高達20多起的搶劫及切刀案 遭到判刑10年定驗 沒想到最近才剛刑滿出獄 卻惡習不改 不但無照射毒還持槍 恐怕才剛出來不久 又得面對新一波的牢獄之災 近新聞黃玉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